指控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基监 导致安华二度进入监狱的前助理塞夫 对于前首相敦马哈迪支持释放安华 感到非常遗憾 塞夫星期四在脸书帖文 附上他和妻子还有敦马 在2014年10月的好几张合照 诉说他心中的不满 塞夫对于敦马选择 将一宗法庭已经宣判的刑事案政治化 深表遗憾 此外塞夫促请马哈迪尊重法庭判决 同时表明敦马应该比谁都清楚 塞夫本身才是安华刑事案之下真正的受害人 他认为敦马已经不理会事实 而是被政治利益蒙蔽了双眼 马哈迪星期三和安华国际法律顾问金博利 发表联合声明 要求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安华 塞夫透露 他在2014年10月和妻子还有刚出生的孩子 在布城首要基金办事处拜会马哈迪时 敦马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 没想到三年之后 他却参与争取释放安华的运动 这印证了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有的只是彼此的利益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